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国料理不一定要到外面餐厅享用 自己动手做也可以做出简单又好吃的食物 Easy Cafe所举办的活动 是由各国籍外语老师为同学准备的节目 从食物到游戏 让学生从乐趣中学英文 跟老师聊天很轻松啊又很开心就可以练习英文这样 可以从一些日常生活煮饭这样学习英文还不赖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机会 学习英语 采访报道 网路遥传手机可以拿来煮蛋 你相信吗 游正琪老师的天线设计课程 借由课堂上的讨论 让各有所长的一般生 与在职生相互交流 并且透过实验 破除一些网路上的留言 课堂上 同学们踊跃发表对问题的看法 这是游正琪老师的天线设计课程 修课的人有熟悉理论的一般生 以及实务经验丰富的在职生 这门课的组成 包括了全职的一般硕士班的学生 跟这个在职班的学生 那他们各有其优缺点 那所以说 借由在这课程上的互动 还有课程里面 他们互相的交流 可以去补足他们两个 彼此之间不足的地方 课程讨论的范围 包含天线 基地台 以及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 甚至网路上的留言 也在讨论的议题中 例如之前网路上谣传 手机发出的电磁波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把一颗蛋煮熟 为了确定其真实性 就有班上的同学 进行了一次 比网路上更严谨的实验 它所辐射出来的 这么小的一个瓦特数 那在空气当中 它已经事实上 它已经被这个环境所吸收 所以说你的热量所产生的 对于这个蛋的一个变化 事实上是有限的 煮熟一颗蛋 需要大约14000瓦的热量 而手机辐射功率每秒0.2瓦 如果没有任何热量散失的话 也要19个小时半的时间 那当初规划这门课程的时候 希望它能跳脱以往传统的课程 偏重于纯粹在理论方面的传授 和缺少互动的这种缺失 老师让同学们 藉由课堂上的讨论 结合理论与实物 并且应用于生活上 在似是而非的问题中 用科学的方式找出正确答案 让学习变得更加灵活 风甲新闻杨振杰 赖亚轩采访报导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实习主播洪丛伟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